上节课我们说到了软骨鱼缸,包括板塞亚缸和拳头亚缸,而且认识了板塞亚缸中的侧孔总目,也就是鲨鱼。 这节课我们来认识软骨鱼缸中剩下的两大类,窑和银胶。 首先我们来看窑,窑属于板塞亚缸,下孔总目,也叫做窑形总目。 在1亿8千年前,窑和沙是相同的形状,为了适应海底的生活,它的胸臂开始高度的扩大, 长期将身体藏在海底沙中,净化成为现在的模样。 窑和沙的区别有三点,第一,窑的体型是平扁形,而沙是仿锤形。 第二,窑的腮孔五对,位于它的腹位,眼睛和喷水孔在头背面,而沙的腮孔和眼都位于头部两侧。 第三,窑的胸臂前缘连于它的体侧或者是它的头侧,而沙的胸臂是游离的,不与头侧和体侧相连。 窑形总目一共有四个目,我们来看目的检索表。 首先,根据是不是有发电器官,分成了电摇目和其他的几个目。 无发电器官呢,看第二条,根据吻特别延长,有吻尺,分出了巨一摇。 稳正长的,根据第四条和第五条,区分出摇形木和奋形木。 摇形木有尾齐,没有尾次,背齐两个。 奋形木为细小成边状,无尾齐,有尾次,背齐一个。 从这个检索表我们就知道了,摇形总目,各个目的主要特征,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。 下面我们来看每个目的代表种类。 巨摇目的代表种类是尖齿巨摇,身体呈纺垂形,头部和躯干部平扁, 吻成件状突出,两侧有蚊齿,负面鼻孔前方有一对皮须,背齐两个,无疾,尾柄粗大,尾齐发达。 期许于热带和压热的沿岸前海区,用稳聚绝帆泥沙,密取无脊椎动物食用。 有时冲进鱼群,摇摆它的稳聚,积伤鱼群来食用。 我国东海南部和南海近暗海区经有分布,巨摇和我们上节课学到的巨沙长得非常相似。 这两张图片,你能看出哪个是巨沙,哪个是巨摇吗? 首先我们来看腮孔。 沙的腮孔侧位,摇的腮孔腹位,上面的鱼看不见腮孔,而下面的有。 所以确定上面的是巨摇,而下面的是巨沙。 第二,巨沙的胸齐前缘有你,而巨摇的胸齐前缘和体侧是相连的。 另外,我们看到巨摇的稳聚,它下面的皮须不明显,而巨沙的皮须非常发达。 第二个目是摇形目,体型平扁,背起两个,没有硬刺。 胸齐扩大,向前延伸到它的头部的中央或者是稳端。 形成中等大小或者是特别宽大的体盘。 常见的种类有许氏泥头窑,属于泥头窑亚姆,泥头窑科。 体盘近泥形,胸齐没有向稳端延伸。 栖息于近海泥沙底质的水底,个体不大,沿海都有。 泥头窑亚姆还有一个团扇窑,体盘特别宽大,像团扇一样,胸齐前缘达到稳端。 常见的有中国团扇窑,尾部的背面正中间有一行截刺,分布于我国沿海各海区,为暖水性的底层鱼类。 摇形目还有一个亚姆,就是窑亚姆,代表种类为孔窑。 与泥头窑亚姆的区别在于孔窑复齐的前缘分化成祖纸状的构造。 为其不发达,多栖息于较寒水性的海区的沙质底上,常常将身体埋于沙中,主要是密取小型的水生动物。 卵生,为东海、黄海常见的窑类。 下面我们来看沸形目的几种鱼类。 第一种是红颗的赤红,体盘宽大,尾细长如鞭,常常具有尾刺。 尾刺的肌部有毒线,被扎着以后会引起剧烈的疼痛。 背棋消失,胸棋向前也是伸到稳端,尾棋一般退化或者是消失。 以底棋的贝类和甲鞘类为实,暖胎生。 我国主要分布在东海和南海。 在广西的龙州、贵平等地区的河流中也能发现, 是我国唯一能在江河生活的软骨鱼类。 下面我们来看沸形目、粪科的烈士无刺分。 它的胸棋分化出吻棋,尾细长如鞭,没有尾刺。 有一个小型的贝旗,卵胎生,主要分布在南海和东海。 尾形目还有一种长得像蝙蝠的鱼,这就是浮粪科的双吻浅口浮粪。 体盘宽大成菱形,头宽大而平扁。 胸棋分化出一对头棋位于头部的两侧。 头棋可以将食物拨到口中。 背棋小,尾细长如鞭。 口非常宽大,前外,牙齿细小而多。 胎生,主要设食浮流的甲鞘类和小鱼,我国沿海都有,浙江沿海比较常见。 为暖水性中上层大型鱼类,体重可以达到两吨以上,体盘宽达到六米。 是一种个体非常大,但是性情温和的鱼类。 下孔总墓最后一个墓是电摇墓,体盘为圆形或者暖圆形。 头侧与胸棋间,每侧有一个大的发电器官,这是肌肉的变异。 电压低的为8到17伏,高的达到220伏。 代表种类有两个背棋的黑斑双棋电摇,以及一个背棋的日本单棋电摇。 这两种电摇在我国东海和南海都有分布。 除了板塞压缸以外,软骨鱼缸还有一个拳头压缸,只有一个银胶木。 银胶木的只有四对塞裂,外面被一个磨状的甲塞盖,口腹位。 上合和脑炉愈合,这两点可以和板塞压缸区别出来。 另外,银胶木熊体除了起脚以外,还有腹前起脚和鹅起脚。 两个背棋,第一个背棋有一枚强大的应急,能够自由地竖锤。 第二个背棋低而且延长,代表种类有银胶科银胶鼠的黑线银胶。 为冷水性中小型鱼类,卵生产于淤泥质的海底,我国沿海都有。 以东海黄海比较常见,最大个体可以达到1.2米。 软骨鱼类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 我们下期课见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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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